不久前跟大家说过,是不可以轻视便秘的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改善我们的便秘 其实因为社会生活的节奏真的很快 工作又忙碌,加上你饮食不太规则的时候 压力很大,你的肠胃就会有障碍 引致消化系统不好,你的排泄也会受影响 很多时候,有些还是天生大肠的鱼动能力比较薄弱 所以便秘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普通问题 但我们是不能绝对忽视便秘你以为很简单的问题 因为它的可能引发很多严重的疾病 第一,就是结肠癌 第二,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第三,最直接的就是痔瘡和肛门会跌开 第四,竟然是引致老人痴呆 记忆力会减退 如果你还有其他慢性疾病,它更加加重这个疾病 所以便秘是不能忽视,会引发很多问题存在 曾经有位老人家比较年长,很久都没有排便 他觉得自己好像感冒,因为有少许老人之外 直至最后,因为大便已经上到食道而死亡 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有便秘,首先我们要知道 究竟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所以一定要去研究这个病因 当然是去见医生 如果医生检查了你,是发炎 要吃这个消炎药,如果有肿瘤 就要进行外科的手术去切除 所以首先要找出病因,为什么会有便秘? 如果找不出潜伏性的病因 是短期性的排便困难 医生会给一些轻射剂来帮助排便 但是最好是由医生认许的配方 这个才比较安全 而且你可以用一个短的时间 但是不能长期依赖 否则你会令到便秘的情况 是更加依赖了这种药 它更加不能自动排便 如果经过医生去检查 你又吃过这个射药 这段时间之后,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那你就要自我条理了 因为你找不出潜伏性的隐忧 那你如何自我条理呢? 现在为你一一介绍吧 自我条理是有三个原则方面遵守的 第一个是用饮食去改善你的便秘 第二种是用你的生活习惯去改善 第三种就是月位按摩 来改善你的便秘 因为月位按摩要比较详细 所以我会留待下一次的再介绍 今天我先讲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去改善便秘的方法 在饮食方面首先我们要介食新辣的东西 要在饮食上尽量清淡 尽量减少煎煎炸炸或者是比较新辣的 尽量不要喝酒 还有不要吃寒凉生辣的食品 首先我们要吃一个比较健康的 第二种就是尽量吃多些粗粮蔬菜 什么是粗粮呢?粗米、燕麦等就是粗粮 蔬菜方面你也知道有很多纤维 而粗粮也是有很多营养纤维 所以我们需要纤维像一种推动力 把粗粮容易推出 所以我们要尽量吃多些些 纤维量高的粗粮蔬果 但是不只是吃它们就可以了 要我们喝很多水去配合 因为如果说一句不好听的比例 如果你坑渠塞了 你用掃把去掃它的时候 你都要用水去冲走它 所以那些纤维就像掃把那样 帮你掃 但是都要用水去帮它冲 所以我们要多喝点水 那多少水才是最适合的呢? 其实是以一个人的体重来算 如果你有128磅的话 是磅 那一半呢 128磅就是64 那我们用64盎司的水 一杯水有8盎司 那就是8杯水了 所以128磅的人 就要喝8杯水 如果你是比它更加重一点 你如此类推就要加多些 如果你是轻 那你当然是减方 所以这个数目怎么计算出来呢? 就将你的磅 以磅的磅 你都除以一半 加上奋士 那就是你所需的水量了 那你要足够水量 你就种食多些纤维 就可以帮你排泄了这些糞便 是容易很多的 而食物上里面的木瓜 西柚 西柚 沙田柚 这些果汁 这些类 都可以帮你排便 这些西梅 或者你整粒西梅吃 或者新鲜的西梅汁 你买一瓶瓶的 也可以帮你排便 如果你是晚上临睡的时候 你可以喝一杯蜜糖水 也有帮助的 就是将一杯的水 加两茶匙的蜜糖 不要用那么滚的水 如果你滚水开蜜糖 就会影响了营养的了 用暖的水 开两茶匙的蜜糖 喝了才睡 你就会有好滋润 帮助你早上排便 不会那么干 如果你试一下几天 你就会觉得效果很显著 现在要介绍大家的 就是用生活习惯 去改善你的便秘 用什么生活习惯最好 就是早睡早起 因为我们的早睡 你自然你早早一早 六七点 你的精神就会足够 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醒 最好呢 你的大掌在六点至七点 是移动得最重要的时间 这是生理时钟 变成如果你早睡 你那个时候 你够精神了 你就可以早点起床 你未曾有这个 早上排便的习惯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去坐下厕所 去慢慢训练自己 你坐厕所的时候 用个意念去 大想愚动 大掌愚动 希望令到它又加速它的愚动力 你慢慢试下 你就可以早上自动 它不会用闹钟叫你 你都会起床 因为你的腸都会移动 叫你去排便 能够造成这个就是最好 因为你早上解决了之后 你一天出外 没有这个担忧 你会去洗手间 找厕所 如果你在做任何事 你都可以很安心地进行 除了你的养成一个好习惯之外 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 发觉有点困难 你可以按压你自己的中充月 中充月就是两个手指 第三个手指的指尖 是里面 是指甲的后面 你可以用另一只手指的指甲 去按压一下 一直去排队的时候 你未曾有这个 排得到 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加强自己的腸的愚动 你就去按压这个中充月 你这个习惯成自然 你加上你的意念 你就会造成这个 早上派变这个习惯 除了这个 你当然不可以说 一天坐在公司 或者一天上堂不动 你尽量要是 争取机会 有适当的运动 适当运动 要看你的年纪 和看你的体质如何 不可以说 猛烈的运动 你以为这样得益 反而是伤害了自己的体能 不是达得到 你就要自己按步就班 还有 你上班 或者放了学 回来 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 或者开了个电脑 或者坐在沙发 就看你的手机 这样 你的腸更加不动 你一定要去动动一下 不要在公司坐得太久 你继续埋头苦干 你要偶尔起来 你要动动一下 你的腸就会有一个机会 不是坐在那里 如果你说 我们环境居住方便 不是那么方便 有机会去做适当运动 那怎么样呢? 一个简单方法 介绍给大家 在家里面 你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的时候 你左脚低高成90度角 然后放下 右到右脚 你左右不停踏几百下步 你就等于是一个跑步 或者是一个散步的动作 你的腸在提高的脚的时候 也会牵动到 也有一个鱼动的感觉 所以 你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在家里面进行 只要你有恒心 你能够改善你便秘的 你能够改善你 就会带来 有点 你 对 有点 你 你 有点